各位旅行者大家好 那本期的话我们接着来讲一下我们训察五分的第四关利分之境 好我们先进入这个挑战 进来之后我们首先往前面走 然后这边左转 好到他这边的话我们右转 然后可以看到前方有一个大篮球 然后这一关的话新增了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T键 然后的话我们先点一下这个T键 好这样的话整个分场全部都停止了 好拿起这个大篮球 然后我们过来再拿起这两个小球 那下来的话也没关系 我们先下来 然后的话将我们的视角调到我们东南方向前方有一个平台 我们再按一下这个T键 那这样的话整个平台就上来了 好我们再将这个小球收集一下 然后将这个机关我们先关闭 好前方两个小球可以拿一下 好原路返回 好再拿这两个小球 好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挑战就完成了 下面的话我们按照这个任务指引啊继续往前面走 那这是我们第二关 第二关大家要注意了 我们左边有一个大篮球 然后在右边有一个机关 然后前方还有一个机关 好我们先调整一下这两个机关 好右边这个的话我们向右旋转两次 好再来到我们前方这个机关 我们先变换分场朝向 好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来到我们左边啊这个大篮球这个位置 起飞 向后转 好这边的话有三个小威力 来到我们左边啊这边有个启动啊启动一下 好这边再拿一下 然后这边起跳再往前面走 前面的话有个分场 然后我们向后面转这个平台的话还有两个颗粒 好来到这个平台啊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启动一下 好的这个第二关的现实挑战就完成了 好了我们下来 好这边的话有两个金币 好前方张这个怪物啊清一下 好前方张这个怪物啊清一下 那这边的话还有几个金币啊收集一下 好我们来到我们的啊东方向啊 这边的话还有几个金币啊收集一下 这边的话有一个分场咱们先上来 好这边的话有一个大篮球 好咱们先拿一下 啊这边的话可以过不去的啊过不去的话我们按下这个T键 然后将这个机关啊我们向右旋转 好再开启好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已经倒下来了 好了我们继续往右边走 啊这边过不去的话我们再按一下这个T键 好跳过去 前面的话我们将这个分场啊先关闭一下 好就可以走了 好就可以走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先选择一下我们变换分场朝向 然后我们再开启 这边我们再按一下这个T键 好的我们前往下一关 好过来之后我们直接跳下来 然后这边的话机关我们不要动啊继续往前面走 我们按下T键 然后可以看到前方的话有个平台下来了 好我们站在这个平台上面 我们再按一下这个T键 然后我们向后面转 好这边的话有个启动开关好启动一下 好了我们继续往这个东方向走 好这边的话我们过不去啊同样的我们继续按下这个T键 好再过来啊再按一下 好的那本期的视频啊就到这里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我们下期见